沙灘上一台黑色轿车动弹不得 一旁驾驶看起来相当苦恼 最后没有办法请求警察帮忙 警察的力量很好 拿出一条超长绳子绑住车的后轮 另外一端再绑一台来支援的休旅车 看看这方法好像可行 警察双手比赞就踩下油门 这边也要翻鼓哦 两车一起往后退 试了好一阵子黑色轿车终于被拉动 结束这起受困季 而事情就发生在12号下午2点多 澎湖的一处沙滩驾驶要带 从日本来的NHK记者去海岸拍照 没想到不熟悉地形 左后车轮陷入沙堆 每一年只要游客来用导航啊 常常都会导航到那个沙滩去 这个我们常常都遇到 然后去就会觉得说 他们应该不要也要看一下路啦 林津应变向林津工厂借来拖车袋 驾驶四轮驱动车辆 在众人合力下经一方折腾 总算将该车成功脱离沙地 NHK记者从日本来到澎湖 13号还特别去拜访县长陈光复 但却因为澎湖地形特殊沙滩多 一不小心走错地方 也为这次采访行程增添一个小插曲 三选温婉与澎湖采访报道